我就會選擇我真的唱得最多最多的Mr. 作文 那首歌叫做《森林》 森林這首歌是很無緣無故寫出來的 就是大家在非常失落的情況下 我記得在舊唱片公司一個玻璃前 他們寫了這個歌曲的說明 當時我看著的就是一個像石屍森林的畫面 然後背後就是一個山 就是綠草如茵的一座山 其實是一種唏噓中帶點的希望 當時的身旁就是MJ 我就在那裡唱 我說說什麼 不如說我們也寫好給他 以為當時這首歌已經製造完了 唱完了 製作完了 很多人都說我這首歌是片段很好 太過pop 所謂的魚蛋歌 自己當時都覺得是不是真的 但是想不到這首歌是我們每次去到任何一個演出的地方 不說香港很內地好 或者馬來西亞不同的地方 基本上我們不唱這首歌 我們走不了 就是想不到原來一件這麼簡單的歌曲 歌詞 編曲 反而是給予大家最大的感觸和感覺 所以有時候很多事情我也想不到 那麼 最重要的就是 隨心吧 隨心去做 那麼 心臨 我會選心臨 在這首歌 來妳看 我開發 事情 很容易